从乌乙到稳定时期 在周人的配合之下 通过连年不断的战争 印山王朝基本消除了西部地区的这一轮战略危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和平与稳定的到来 伴随着晚上时期的各种恶性循环 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其州政权在骨宫担腐的领导下初步建立 并且凭借着和江戎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关系 彻底在周园站毁了脚跟 但是周园的周围还有其他的族群 威胁其州政权的战略安全 其中就包括有当年把州人赶到周园来的那部分戎敌 就凭着现在的其州政权自己 肯定是摆不平这份威胁的 所以其州政权需要一个外援 而这个时候的天下没有谁比商朝更适合做这个外援了 毕竟商朝方面也在致力于解决西部江戎族群的侵扰问题 于是周人主动找上了商朝的门 一场战略合作即将展开 足处纪念说商朝正式任命了骨宫担腐为周人领袖 还把其异赐给了周人 从上期视频里我们知道 骨宫担腐本来就是周人领袖 其异也是周人自己在周园上一砖一瓦盖起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竹树纪念上的说法的话 那么商朝这套看上去像脱骨子放屁一样的行为 大概就意味着上万无益正是承认并收编了周人 从此以后齐周政权就是商朝的自己人了 大概在这以后没多少时间 骨宫担腐就去世了 而作为骨宫担腐的小儿子 即将联盟共同利益的代言人 激利成为了齐周政权新一人的领袖 同时也成为了维护商朝戚土战略安全的重要方博 在周人来投奔之前 上万无益经常要亲自领兵 征讨西边不老实的相容族群 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现在有些敌人可以让周人代替商朝去征讨 战争的压力就均滩了 商朝方面应该可以轻松不少 激利带领周人四处征战 而正常的目标大概也是商朝看着不顺眼的政权 激利的第一个目标是居住在周园东边的邻居 碧城市 趁着碧城市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不大和谐 周人成功的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其周政权就此向东方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 周人还用类似的策略 即利用敌人内部出现混乱的机会 征讨并击败了异曲 还俘获了异曲人的首领 激利的表现应该是让商王无益非常满意 于是作为表彰 无益在贴见激利的时候 又给了周人一块土地 以及大大小小一堆的礼物 有观点认为 商朝可能还会给周人进行一些军事培训 总之 商王无益很高兴也很大方 所以激利在这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根据史书记载 激利征讨了西洛鬼戎 取得了重大胜利 并俘获了20个敌王 西洛鬼戎和敌人的地理位置 大致上在近闪段黄河中有一带 从这次军事胜利来看 周人已经拥有了长途远征的能力 相比于当年刚刚到周园那会儿 实力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种进步离不开商朝的帮助与扶持 也离不开周人自身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军事实力增长的基础 使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增长 汽收政权是个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政权 而农业生产首先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环境和学术资源 参考上一期的视频内容我们可以清楚 周人开展农业生产的周园地区 完全能够满足这个要求 而从诗经冰封七月的内容来看 周人对农业使令的认识非常到位 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十分清楚 周人的政权组织对继承社会也具有相当强的掌控能力 汽收政权可以正常的集中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依靠这些社会资源 汽收政权得以发动一次又一次 针对农敌和周边族群的局势行动 既能报仇还能拓展生存空间 而每年11月和12月期间进行的狩猎活动 可以看作是一种农贤季节进行的军事训练 让周人可以稳定维持一定程度上的军事素养 随时保持战斗能力 根据相关考古成果来看 周人的武器装备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政权来说 也并不算落后 周人和商朝一样 拥有两匹马或四匹马牵引的支援双轮战车 每辆战车上有三个武装成员 并配有若干个随车行进的图图 战车在战场上可以采取挫骨对冲的方式 互相攻击 有观点认为 战车是用来把军队快速投送到战场上 并在战斗过程当中充当指挥平台的 而周人的战车相比于商朝方面 尺寸会稍微大一点 但差别不是太大 双马战车的大致尺寸范围是 车轮直径1.2到1.5米之间 车轨宽2.1到2.4米左右 车轴长3米左右 车员长2.5到3米之间 车厢宽1到1.5米左右 高0.2到0.5米之间 近身0.7到0.8米左右 周人的手持武器 除了与商朝方面类似的传统武器 戈、毛、月、弓箭以外 还有在当时比较新潮的戈毛连装型武器 戟 而周人还有一种商朝没有装备的新型武器 剑 早周时期的青铜剑 剑刃长度大概在20到30厘米之间 属于贴身近战时候使用的武器 相比于短戈 这种商朝普遍装备的近战武器来说 会更灵活一些 铠甲方面 商朝方面的铠甲是整片式的皮甲 甲上可以安装一些增加防护水平 以及起装饰作用的青铜挂架 但由于是整片式皮甲 皮甲武器的动作灵活性 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 周人装备有三段式的甲 甲上可以安装三段式的青铜挂架 总体上比商朝的甲更灵活一些 不过 即使周人的军事装备相对更进步一些 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现在有实力跟商朝正面对抗 在基利的时代 周人还得给商朝打工来换取发展时间 所以基利带领周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胜利 表面目的还是为了缓解商朝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但是伤亡无疑好像也并没有因为多了这么一个帮手就清线下来 无疑经常亲自领军作战 不只是因为西部江戎族群比较躁动 威胁了商朝的边境安全 有观点认为 无疑就是单纯的喜欢打仗 享受这种刺激的感觉 然而既然要追求刺激 就必须随时准备好去迎接最坏的结果 根据史书记载 无疑在和谓之间进行狩猎活动的时候被雷劈死了 联系史书里的上下文似乎可以感受到这种暗示 无疑被雷劈死是因为他不尊重神灵遭到了天谴 无疑确实不怎么尊重神灵 但我们肯定不能单纯的用天谴这种说法来解释无疑的死亡 所以根据各种材料 我们在此列出三种解释方案 第一种解释方案 无疑前往和谓之间进行狩猎活动 是为了震慑越来越膨胀的其周状权 而周人不老实 采取暴力手段解决掉了伤亡无疑 后世周人为了隐藏这种以下犯杖的行为 而在史书上谎称无疑被雷劈死 第二种解释方案 无疑前往和谓之间进行狩猎活动 是准备征讨其他敌对的羌绒族群 甚至有可能还与周人进行了联合军事行动 但是最后 伤亡无疑在与羌绒的战争中失败被杀 商朝方面和周人都丢不起这个人 所以在史书上谎称无疑被雷劈死 第三种解释方案 无疑前往和谓之间进行狩猎活动 就是单纯的向周边各个族群劝要武力 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在狩猎活动中 伤亡无疑在雷雨天气里安全意识薄弱 真的被雷劈死了 商朝方面被无疑打压过的宗教势力 以及其他各种势力大仇得报 加上大家伙的科学素养都不怎么样 所以都以为商王是遭到了天前 以上就是关于无疑致死的三种解释方案 我个人是比较相信第三种的 毕竟以周人当年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对抗得了强大的商王朝 怎么敢跟商朝开这种要命的玩笑 而以商朝的实力而看 商朝的军队就算真的打了败仗 也不大可能连商王的生命安全也保护不了 所以我认为无疑就是单纯的安全意识不足 真的被雷劈死了 是自然规律 而除了无疑被雷劈死以外 自然规律还在商朝晚期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影响 无疑在位时间有3年和35年两种记载 而根据现商周断代工程的结果 无疑在位35年 去世的时候是公元前1113年 无疑去世以后 儿子托几位 日名文丁 根据主书记年的说法 文丁在位的第三年 环水一天之内多次断流 大义商是一座依托环水建立起来的城市 公庙区的大型池院和居民区的大型水区 都以环水为水源 城市里的淘气作坊和铜气作坊 在生产过程中应该也离不开环水 以及以环水为水源的大型水利工程的支持 更别说农业生产也是用水大户 所以环水断流对大义商及其附近的影响恐怕并不小 史书里并没有说大义商附近发生了大规模地震之类的破坏性地质活动 所以环水断流的原因大概率是因为旱灾 根据考古成果显示 上代晚期北方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的干旱情况 阴区附近水井里的水位线痕迹显示 这一地区的地下水水位一直在下降 其中阴区第三期大致上是领星康丁时期 不到50年的时间里水位下降了有5米 另外五丁时期的甲骨文记录中就出现沙尘暴记录了 沙尘暴在晚上时期横行200多年 可能是由于沙尘暴的不断清洗 很多地区的土壤结构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黄土高原一些地区早期地层中的黑卤土开始被黄土覆盖 并在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现代的黄土层 县磨商出的时候 中原地区就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造成的直接影响简直可以用恐怖来形容 有观点认为 那一次大规模爆发的自然灾害 是地中海东部圣陀里尼火山爆发 产生的全球性影响在中国地区的表现 这种影响在相对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就消散了 而在商朝建立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 虽然仍然有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发生 但总体上还算是稳定 根据近年来的部分研究 上代的黄河流域在温度上也许并没有比现在高速太多 但在湿度上一直以来都是远远超过现代的 而上代晚期的这次气候变化 除了平均气温在下降以外 还开启了黄河流域地区 在之后3000多年时间里的干旱化进程 有观点认为 这种干旱化是西北气风转向导致的 气候干旱化造成祖鼠 水牛等动物类群开始退出北方黄河流域地区 水源减少也造成一部分人类社会出现问题 这也是西北地区在晚上时期大规模动荡的原因之一 而商朝统治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化 可能不仅仅是气候干旱化 还有人类长期开发的恶行影响在其中 之前的视频中我们提到过 商王每年会组织两次开啃荒地的行动 商王以外的各级贵族 大概也会组织所在的族进行开荒活动 商人的啃荒 伴随着砍树和烧荒 会消耗大量的草木植被 商王和各级贵族还喜欢进行田猎活动 其中放火烧山的田猎方式 也会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消耗大量的草木植被 商朝大规模的进行祭祀 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牲畜 所以畜牧业也就会长期保持着较大的规模 对于牧草之类的植被资源的消耗量 自然也会保持比较大的规模 再加上战争中消耗的武器 以及各种宫殿建筑的营建 都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 青铜铸造的过程中 需要制造高温来融化铜料 这免不了又要消耗一大批木材 气候干旱化 雨水开始减少 按照商人的习惯 大规模的祭祀仪式是少不了的 这就得消耗比以往历史时期中更多的木材 消耗的木材越来越多 破坏的草木植被也就越来越多 而气候干旱化发展 会让树木生长的速度变慢 木材产出的量会越来越少 人们通过各种方式破坏了更多的草木植被 各种草木植被被破坏后的恢复进度也在变慢 另外 气候干旱化大概率会对农业产出造成负面影响 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出会越来越少 而商朝晚期的人们对于酒的消耗量越来越大 酿酒是需要消耗大量粮食的 所以商人需要开垦更多的土地 毁掉更多的草木植被 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 草木植被的大量破坏 会造成土壤蓄水能力的下降 地下水水位也会加速下降 并且伴随着沙尘暴越来越多 改变了土壤表层结构 土壤质量越来越低下 单位土地产出也就越来越低 商人就免不了又要开始更大规模的啃荒活动了 真实历史进程中的情况 具体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也许并不清楚 但是这种恶性循环大概率是存在的 盘庚监督以后 商王朝的正是经济文化中心 稳定运行了200多年 对大一商地区的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采 也就稳定的进行了200多年 长期开发过后 大一商自身的资源就会变得相对匮乏起来 而商王需要控制足够多的资源 才能够维持并强化自身的统治 这也就造成了商朝为了掠夺资源 对其他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 越来越多 多线作战消耗着王朝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精力 并且也加剧着 印上王朝和周边部族或政权之间的矛盾 造成更多的军事冲突 这又是另外一个恶性循环了 虽然无以时期已经取得了针对方方、昭方等西部羌绒族方国的军事胜利 商朝西部地区的军事压力大幅度降低 但是这些西部方国并没有彻底消失 方方、昭方、强方等方国偶尔还会活跃一下 显示一下他们的存在感 所以文丁时期的商朝依旧不断地在西部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而周人则继续跟着纪利正在四方 配合商朝的行动 上周双方说不定还发动过一些针对羌绒方国的联合作战 根据史书记载 文丁在位的第二年 纪利在征伐坟河上有的燕晶之戎的时候大败 无以时期 周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黄河西边进行军事活动 而现在文丁刚刚几位才两年 周人就直接东进到了分合上游 可以看得出来周人的发展速度有多快 虽然这次军事行动失败了 但是不久之后周人又捐土重来 讨伐太昂山西部地区的余武之戎便取得了胜利 也许是这几次的军事行动都是跟商朝方面打的配合 而且配合的非常到位 商朝方面非常满意 所以基里被任免为牧师 总管西部地区的巨石征讨行动 基里还把齐州政权的政治中心向东搬迁到了成义 也就是在之前毕城市的土地上建起来的城市 把周人和商朝之间的物理距离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仅如此 基里还迎娶了来自商朝的至重式女子为妻 这个至重式女子就是泰人 基里和泰人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昌 并且把昌理为希伯的继承人 把周人和商朝之间的心理距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到这个时候为止 基里通过多年的努力 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 为周邦国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商周双方的关系看上去亲密无间 周人不仅仅是商朝的自己人 简直就像是一家人 虽然商周之间的关系已经这么亲近了 但基里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心 以及作为希伯的职责本分 继续开展了对太行山西路商朝敌对族群的军事行动 征讨了史乎之荣和意图之荣 并把从意图之荣俘获的高级官员献给了商朝 然而基里在商朝的地位并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提升 反倒很快就迎来了死亡 祖书近年说 商王文丁杀死了基里 但并没有说明原因 如今大多数观点都认为 是因为周人发展的速度太快 势头太猛 让商朝感受到了威胁 另一方面 我个人觉得 商朝给予基里亲人 并不意味着 把基里以及他背后的周邦国真的当成自己人 只是因为商朝在西部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需要有一个得力的帮手 现在西部地区的战略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了 强荣族群在稳定时期 开始不再能够对商朝构成致命威胁 所以是时候敲打一下周邦国了 要让他们冷静冷静 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总之 基里死了 儿子昌其位成为新任的周人领袖 商朝了西部 而之后没过多长时间 商王文丁也去世了 在位时间有13年 11年和3年三种记载 根据现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 文丁在位11年 去世的时间大致是公元前1102年 文丁去世以后 儿子显即位 日明 帝乙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开始